平時兩位都很愛運動 那有什麼保持可以保持運動的習慣又可以保養清潔 因為我覺得運動一定會流很多的汗 那最主要一定要把那個身上的汗擦乾淨 然後用就是要洗乾淨我覺得是最重要的步驟 對吧 我覺得說因為講得沒錯是流汗 流完汗之後要馬上做清潔 不然會造成一些毛孔的堵塞 那我覺得說就是馬上要清潔這會是很重要的 要不然就會生汗半什麼之類的 對 我好久沒有打球了 我以前都打排球羽毛球乒乓之類的 因為籃球部分可能我沒他那麼高 我覺得好像 對 就是現在部分主要是在那個騎單車啊 跑步啊 然後還有做健身之類的運動 現在是身材那麼好有關什麼特別的菜單啊 重心的菜單啊 重心的菜單 多吃一點有那個蛋白質的食物 好像雞胸啊雞蛋啊之類的 那以前怎麼會特別練哪些菜單 呃 大家最喜歡看的就是 那個胸口 胸吧 因為最近在那個戲裡面好像也有漏 是 好像還蠻 就是大家還蠻討論的 呃 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是那個 很喜歡很壯 就是那種很肌肉非常發達的一些 呃 的狀態 那我自己主要還是 比較喜歡就是看起來有一點線條 然後不至於太大的 所以我基本的運動就是跑步啊 做一些比較沒有那麼重的 那個健康這樣子 嗯 一個禮拜大概會有多少 一個禮拜如果有時間的話 基本上都會去三天 三天 嗯 跑步的健身 舉重 對 是不是有講過 因為身材那麼好 好像為了這個作品的話 其實尺度可以很大 欸 對 如果劇本啊 作品什麼很 就是 是我喜歡的話 我覺得我 呃 我可以很大方的讓大家就是 看戲 哈哈哈哈 嗯 沒有尺度的限制啦 我覺得 因為這畢竟是戲嘛 對 你家庭皮膚是不是好 自己有沒有一些保養的技巧 保養的小技巧 我 呃 因為我以前曾經有遇過 臉爛掉的那個時代 所以 我現在非常注重就是 清潔的步驟 然後保濕 呃 如果真的有時間的話 還是會做面膜 就是定期的做面膜 希望自己的皮膚可以看起來 比較有光澤 然後不會乾乾缺水 嗯 謝謝